其實它並沒有刪掉那個舊的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剛剛這邊還少一個功能 就是當我刪掉 這邊 它怎麼樣呢?它會出現 先這個地方 先把這個,剛剛打的這個衣服把它拿掉 把它造成錯誤 當我把它刪除的話,你會發現這後面的東西還在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當我刪除這邊,它後面也跟著刪除的話 那你必須在程式裡面再多補一個部分 其實如果你覺得沒有必要就不用補了 因為已經OK了,只是說有的時候程式會 比較龜毛,有時候寫完然後就覺得是不是這邊 假設說刪除它也自動刪會更好的話 那你就補了,如果你覺得這樣OK那就 這樣已經可以 很好用的話你就寫到這裡就可以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當我刪掉它 它後面的東西跟著刪除 那 所以你要做邏輯判斷,因為有幾種可能性 它的Change是刪除,也有可能是它輸入之道 所以兩種可能 那如果有兩種可能的話 這邊可能就要多做一個動作,就是邏輯判斷 Enter一下 按一個Tab,下一切 或者往下一點點,if 如果什麼狀況呢?假如我要判斷說 它是不是 把裡面的資料清空 所以呢,怎麼知道它把裡面的資料清空呢? 就是 Target 一樣是Target Target點Value 它裡面的值 Value就是裡面的值 是不是空的? 是不是空的我可以用一個 一個函數 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去打個VBA好了 Den 它裡面有一個叫 Is empty Is IH開頭 Is empty的話 裡面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 那我就把後面那個 Target點Value 放到後面 讓它去判斷一下 這裡面 它是不是空的? 意思是說它是不是刪除 如果是刪除的話呢 Den 那我就把後面的東西刪除掉 反之Else 才去做 剛剛 這幾欄輸出 End if 在這邊 那我習慣是先把這個 結構先打完 End if 意思是說如果 它是 空的就清空 如果不是就Else 把這一段放在Else裡面 就是它不是清空啦 所以多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的話呢 就是 如果它不是空的 就是輸出 那如果是空的話呢 也拿這個 直接複製好了 複製到這邊 做什麼呢?把後面東西 真的清空 所以這邊的話呢上面 意思就是如果Empty啦 如果它裡面是空的就是 意思裡面的資料被清空的話 那就怎麼樣 把其他的也跟著清空 如果是清空 那它就執行清空 如果不是 那就是幫我帶資料 OK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不過這邊的話就變成說 一幅裡面還有一幅 這個是先判斷 是不是第3欄 和第 3列以後的 再來就判斷是不是清空 我們試一下 如果是的話 不然剩下一個中斷點 假設說 我今天 輸入是有資料的 Enter 它停下這邊 是不是Empty 它裡面應該有資料 有資料的話就不會跳 不會跳到這裡 然後就是輸出正常的 OK 這邊的話就直接輸出正常 那反之的話 我把它清空 Delete掉 那這個時候裡面是不是空的 空的 沒有資料 那就會跳哪裡了 跳這邊 有沒有 就會怎麼樣 把 這個 這個 這個清空 清空 有沒有發現 這個清空了 然後換其他也清空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跟著清空 所以 我剛剛只是多了一個邏輯判斷 多什麼呢 多這個 特別是要 East Empathy 那當然這個VBA你不打也沒關係啦 因為你如果VBA不打的話 他就變你要自己把那個公式 拿那個函數給 背起來 如果有時候像我比較懶 我就是打個VBA 電 他就會帶出來了 你就用選的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在VBA裡面所有的函數喔 他都會幫你列清單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你 不用背 第二個的話 你用選的一定也不會打錯 這邊的話 那有些時候 以後 你 舉一反三啦 比如 Is Empty 是不是空的 Is Day 你丟一個東西是不是日期 Is Array是不是一個陣列 或者是 是不是錯誤啦 等等的 Is Name 或者Is Numeric 是不是一個數字 有沒有 其實都可以 從這邊去了解 如果實在是 你可能 不太能夠懂 這個函數使用的方法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講過 你也可以調出官方的說明檔 有沒有 按什麼呢 F1 就會有官方的那個 其實就是說明檔 有點像字典 比如說 Is Empty 你不懂對不對 沒關係 油膠放上去 F1 它會跳那個 到官網上面的說明檔 幫你調出來 不過 他這邊有的時候 反而以前 2010 還有中文版的說明 反而2013216 反而跳出來英文版 所以 而且還有很多 Is Day 這邊也有 可是 奇怪 沒有 變英文的 所以 舊版反而還是中文的 不是很奇怪 反而至少知道一下 有這些 那最後的話 就把這部分把它完成 那我們就可以有 剛剛講的這個功能 那我完成的程式 就是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要參考的話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底下還有就是說可以設定那個工作表保護 跟取消保 這部分前面有講過 所以如果 有興趣的同學 底下還有一些延伸性的練習 他可以自行在 針對那個題目裡面 實際上要用到的效果 可以再 試著做做看 好